字幕提供 繼續說 昨天趕到沙展 進入小型工場 不敢打草驚蛇 靜靜地躲在其中一個養本 汽水機啊 不知道 躲在那裡 收藏一些養本 幾天之後 貝亞搜查領 率領隊伍去到晚間時分的雪糕店 當時店內只有歐陽炳強一個 這個28歲 個子有些瘦術的青年 顯得有點惡言 他頸部的神經不停跳動 但表現不失為鎮定 對警方的搜查充分合作 貝亞特別要求視察電話的位置 卻發現電話的位置 在店內的一個角樓一個小樓梯的旁邊 鍵盤上面的數目字 都被人用原子筆 畫到看都看不清楚 由於地方淺窄 假如要使用電話 需要屈曲新來按電話 十分不方便 貝亞要求歐陽炳強打開工場的木門 接著歐陽炳強的臉色有點難看 他說對不起 門上的鎖 我有密碼 要找負責人才知道密碼是甚麼 半小時後 兩名維修技工奉命 來回收工場開鎖 警方在一個小工場裡 檢走了一些紅色的膠電線 一批紙箱 兩份報紙和一批衣物 貝亞下令兩名警員留守現場 就帶了歐陽炳強回到警局問話 而歐陽炳強也一直表現得十分合作和有禮貌 問話期間 歐陽炳強透露自己是白天的正職是文員 但因為妻子一年前 彈下了一個女兒 為了幫補加計 她才知道晚間兼職雪糕店 月薪三百元 歐陽炳強很勤力 一個星期工作六天 朝九晚十 才僅僅一家三口過活 歐陽炳強的太太也長得十分嬌小 雖然大點霸氣 但是歐陽炳強的初戀情人 婚後 歐陽炳強十分愛家庭 從來都沒有對其他女子目不斜視 她看過死者的相片之後 歐陽炳強表示她完全不認識這個死者 也都未曾見過她借用電話 對於紙盒藏屍 更加是未見過在雪糕店裡有見過這個紙盒 或者有關的東西 案發當日她沒有聽到任何怪聲 在翌日她如常上班 晚上回到家才知道在妻子口中得知這宗案件 由於地點十分之近雪糕店 她老婆還說 問她是不是這個嫌疑犯 她就開玩笑地說 如果是我就厲害了 貝亞押了歐陽炳強回到柴灣的住所 其間歐陽炳強表現十分平靜 並主動邀請貝亞進去 光頭神探的貝亞這次此行 是看出了衣服對這宗案件有起關鍵的作用 逐漸向歐陽太太問話 事發當晚歐陽炳強遇上下班 夫妻二人更加在附近的大排檔吃晚餐 貝亞察覺到歐陽炳強是一個好好先生 白天就晚不停停地不斷工作 晚上還有一大堆等著她的鳥片 要照顧她的女兒的事情 最後貝亞將歐陽炳強一件啡藍色的外套 以及她的住所裡總共二十九件 屬於她的衣物帶走 另外歐陽太太的衣物也全部被拿去化驗 自此貝亞未有足夠的證據 又認定歐陽炳強和這宗案有關 臨走之前貝亞還跟歐陽炳強說 可以幫她和她家人購買衣服 全數的錢都由警方來支付 歐陽炳強也老實不客氣 帶著一家大小去到百貨公司換衣服 總共花了三百大元 背也都覺得有點深赤 用了這麼多錢 雖然歐陽炳強暫時獲釋 調查都並未鬆懈 鑑證科一方面積極化驗 而反衣服和死者身上的纖維 貝亞另一方面也都再次帶領隊伍 去到雪糕店嘗試案件重演 這次是一名和死者身材相弱的女警 來扮演死屍在工場地上 這次重演目的是為了破解死者的乳頭被切 陰毛被剃的滋謎 警員將房間一個電行器 俗稱辣雞接上牆上的電插槽 發現牆上只能觸及屍首的下體 卻未去到屍身的上面 解釋為何死者只有下體的陰毛被剃了 和雙雙魚頭也都被撤去 基於以上的種種 似乎事件已經越來越明顯 但貝亞仍然難以相信 為何一個這麼文質奔奔的有禮的人 竟然會犯了如此兇殘的變態案件 直至檢驗報告出爐 貝亞始終無奈地接受 人不可以貌上這個理論 報告指出 死者指甲裏面有纖維 其中兩條藍色衣服的纖維 和歐陽炳強的啡藍色外套纖維是相同 而死者的腳上發現有三條啡色纖維 亦都和那件啡藍色外套的袖上的衣物纖維是相同 雖然這宗案之前 並沒有任何單憑科學鑑證 而成功入罪案內 但纖維吻合之下 貝亞亦都決定即時拘捕歐陽炳強 並落案控告以謀殺 歐陽炳強被捕日期是1975年3月27日 除了被拘捕時 他的樣子有點不安和難看之外 歐陽炳強一直都保持平靜 並要求先梳洗和更換衣服 貝亞為了破案而著弱時 他分略了以下角點 一 歐陽炳強的啡藍色外套是工作服 多數是掛在工場的外面 假如死者在生前或死後經過過那個工場 是會有機會沾染到外套脫維 但這不能夠證明外套的主人是有接觸過死者 而歐陽炳強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到工場裡面 因為他沒有密碼所 他沒有一個密碼 暫貝亞並沒有向工場其餘14位員工 一名負責人和兩名公主進行調查 更加沒有向有關人等要求衣物的樣本來作化驗 偵查工場方面有點欠負 4. 根據法醫的報告 死者臨死前極力掙扎 而死者的手指尖 手指尖 也十分尖銳 空手面部或手臂應該留有抓痕 但歐陽炳強身上完全沒有任何抓痕 5. 由案發至被捕超過三個月 解決了歐陽炳強並非問心無愧 但有機會自己前途走了 好 先趕著這麼多 明天再說 我吃飯 明天繼續說完